花莲昨天发生列车出轨意外 再度重创当地的观光产业 国民党团总照力推的花东三法 至今也还卡在立法院 行政院长卓榮泰周六来到花莲 视察重见的情况 花莲县长徐真伟讲到一度落泪 立委傅昆奇更当面向院长陈琴 谢谢大家 抱歉 卓院长为台铁事故鞠躬道歉 这时花莲在地立委傅昆奇 马上举手要发言 一个剑步直接走上台 泰铁客奥事件 大家都也认为要赶快把 告警室系统整个做好 结果做好又同个地方又发生 为什么当时没有评估好 傅昆奇当场发难 卓院长也很有风度 甚至主动递上麦克风 让他畅所欲言 在地大家长徐真伟县长 更一度落泪 我想两个班员 花莲相亲很有贵气 大家很努力 但是内需绝对不够 县长和立委夫妻党一同来到太鲁阁 当面向院长陈琴 要为花莲居民发声 下个月我们坐火车来 我要亲自走这一趟 看它是不是够安全 下个月我们坐火车来 跟大家真的是同岛一命 卓奎亲自来到花莲 关清当地重建情况 只是0403震灾后 大小余震不断 而11号又发生土石流 导致台铁列车撞上落石出轨 让本就命悬一线的观光业 再度重伤 先对我们产业的业者 能够提供一些协助 例如薪资补贴 或者是一些像员工 还有这个我们营业损失的部分 复昆其力推的花东三法 党内缺乏共识 暂且搁置 政院设立了重建办公室 院长更亲自来到花莲 走访灾区 探视台铁事故中 受伤的驾驶员和乘客 也承诺会对灾后重建 给予必要协助 记者曾经给林晨杰 肖瑞生话联报导 继续